伸开你的十根手指 我们从一乘九等于九开始 当你的嘴巴念一的时候 你就必须关上你的 左边的第一根手指 关上手指呢 我们就会有十位和各位的分界线 现在你看我的手指 十位是没有手指的 所以呢你不必念 各位呢我们就有九根手指 所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么呢这也形成了一乘九等于九的说法 如果你跟不到别紧张 我们再来看二乘九 那么这里大家要记得 每一次要说算下一组的时候 记得先张开你的十根手指 才继续数算 好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来看看如何数算 二乘九等于十八呢 当嘴巴念二的时候 你必须把这一针手指关上 那么呢现在我们就有十位 十位是这里 那么呢我们的各位是这里 十位呢就只有一根手指 只有一根手指 所以是十 那么呢我们的各位呢就会有八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就成了二乘九等于十八 好我们来看看三乘九等于多少呢 记得我们先把手指张开 三乘九关上第三根手指 那么呢我们的十位有两根 这也就是二十 那么呢各位有多少呢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以呢是三九二十七 好我们来看看四 我们先把手张开四乘九 关上第四根手指 那么呢我们的十位数会有三根 三根手指所以是三十 三十多少呢 各位有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是三十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五乘九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关上第五根手指 接下来呢十位有多少呢 十位我们有四根 那么呢我们的各位有五根 所以是四十五 好我们张开手指 不要紧张哦 不要急 我们来慢慢算 接下来就是六乘九等于多少呢 我们关上六 现在十位是不是有五 那么呢各位就有四 所以是六九五十四 好开回去我们来算七九多少呢 关上第七根手指 那么呢十位数我们就有 一二三四五六六十 三很好 张开手指 我们再算八乘九多少呢 关上第八根手指 现在我们有多少个十呢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七十二 那么再张开 九乘九多少呢 那么我们这里有多少个十呢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一 就是九九八十一 那么最后呢就是 十乘九是多少呢 我们先关上第十根手指 那么呢我们的十位有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那么呢就是十九就有九十 各位就是没有的 好我们就完成啦 九的乘法表 谢谢大家